下个月狐狸猫 麦麦 狸狸跟小树蛙 要去攻顶玉山煮风 行前他们做足各式各样的准备 还有体能的训练 这天他们在做些跑步 跳绳等有氧运动 听说爬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容易会有高山症 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赶快训练我们的体能 是啊 我每天都跳升五千下 累到晚上一躺到床上 马上就睡着了 不过想到下个月可以看到玉山山顶壮观的风景 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这次好不容易申请到可以上山的机会 一定要登顶 这样我的台湾登顶百月记录 终于就可以放上玉山了 你们在聊什么呀 狐狸猫 别再偷懒了 赶快一起来做体能训练 好好好 我来了 真不知道登上玉山山顶 站在3952公尺高的感觉是什么 什么 玉山有这么高 狐狸猫 你不知道吗 玉山可是东亚第一高峰啊 而且在台湾还有268座高度超过3000公尺的高山呢 小树蛙 这是真的吗 台湾一个小小的岛屿 真的有那么多壮观的高山 狐狸猫 你没听错 台湾就是这么的厉害且特殊 这全都归因于台湾位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哦 台湾位在聚合性板块交界带 持续不断的挤压下 产生壮观的折皱山脉 小树蛙 台湾拥有什么特殊的地理位置啊 事实上 台湾是位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带上 且菲律宾海板块以每年约8.2公分的移动速度 向西北溪移动 往欧亚板块方向斜向碰撞 也就是说 台湾位于聚合性板块边界上 我知道 聚合性板块边界会挤压而使陆地抬升 没有错 位在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板块交界带上的台湾 有非常显著的板块挤压 使得台湾能够孕育出这么多的高山 原来板块的运动这么厉害 竟然可以造就这么壮观的山 正确答案为A 我记得之前有学过 板块的运动是因为地底下的热所造成的 麦麦说的没有错 是因为地球内部的热对流带动板块移动 才会在地表形成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地形 而台湾的板块运动 当然也是受到地球内部热对流的影响 另外 如果以板块的组成特性来说 菲律宾海板块的地壳部分 以海洋地壳为主 欧亚板块则是以大陆地壳为主 大多数的情况下 海洋地壳的密度较大 大陆地壳较小 因此 在聚合性板块边界 通常海洋地壳为主的板块 会隐没到大陆地壳为主的板块之下 所以台湾从南到北 由东向西 都是菲律宾海板块 引没到欧亚板块之下吗? 其实 台湾的例子相当地特殊 台湾的西南部为欧亚板块 向东引没至菲律宾海板块之下 东北部则是菲律宾海板块 向北引没至欧亚板块之下 另外 欧亚板块及菲律宾海板块 大致上是以东西方向碰撞 因此 台湾地区的断层多为南北向 且在压力为主的作用力下 断层的形态已逆断层居多哦 那这样的碰撞 除了在台湾形成壮观的高山之外 还有什么影响啊? 世界上的各个板块交界带上 都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地质现象 例如地震、折柱山脉、造山运动、火山活动 对人类的生活影响相当大 台湾在板块挤压下产生造山运动 使得山脉成长、山高坡斗和短流集 也形成了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各种火山活动 并同时在台湾北海岸山区 产生许多的金属矿藏 例如黄金 哦哦哦哦 我知道 九份的黄金博物馆 要是我早个十几年出生 说不定还能去淘金做黄金梦呢 狐狸猫 你也想太多了吧 正确答案为B 小树娃为她今天所讲的资讯做整理 台湾为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带 菲律宾海板块上副的地壳 以海洋地壳为主 欧亚板块则以大陆地壳为主 台湾的西南部为欧亚板块 向东引没至菲律宾海板块之下 东北部则是菲律宾海板块 向北引没至欧亚板块之下 欧亚板块及菲律宾海板块 大致上是以东西方向碰撞 因此台湾地区的断层 多为南北向的逆断层为主 板块交界带多地震 折皱 造山运动 火山活动 对人类的生活影响相当大 台湾因板块碰撞 产生造山运动 使得山脉成长 山高坡陡 河短流及 同时也形成 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各种火山活动 以及台湾北海岸山区的金属矿藏 最后一起和麦麦 李李及狐狸猫脑力激荡一下吧 你觉得台湾的高山 例如玉山 还在持续长高吗 别这样嘛 总是要做点梦才会开心呀 狐狸猫 是可以做点白日梦了 可是 你今天的训练都还没完成呢 是啊 狐狸猫 我们都快做完了今天的训练菜单了 那我们等等午餐呀 吃什么呢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去吃炸鸡 我好久没吃了 趁今天喂了自己一下 好呀 我也好久没吃了 一起去吧 没问题 不过 狐狸猫 我们都训练得差不多了呢 那我们就先出发咯 狐狸猫 加油咯 狐狸猫 待会见咯 说不定 我们会不小心把炸鸡吃光 别这样嘛 等等我啦 illa 我好久没了 你 是不是 你 我就